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A股全日通 我是曾珍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A股分析员潘灵俏女士 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大盘走势 潘女士您好 曾珍你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A股方面 今天A股可以说是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么今天早上刚开盘的时候 这个A股就是上上下下的也不是很稳定 那么今天也是A股进行了一个有V字形的这么一个走势 那甚至说是这个大幅跳水曾经是达到了1%左右 政府也是达到了5.8% 那连续跌破了4400点以及4300点的关口 那不过呢之后呢就是在收盘的时候呢 截至到目前为止啊 可以说是上升指数是上涨了98点 那报的是4576.49点 又是上涨上了4500点的关口 那么生成指呢就是报的是160045.99点 上涨了320点 忽生300指数呢是报的是4786.09点 上涨了149点 而创业版指报的是3393.9点 上涨了78.96点啊 那其实今天呢就是有近5亿的这个打新资金是回流到了A股的市场当中 那不知道呢接下来的这个A股的走势应该会是如何呢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上面来看呢 A股似乎是有一个初步见底的一个迹象啊 后市反弹的一个可能性呢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近期的一个市场呢在从分时图上分时图上面呢可以看到呢 经常会出现一个盘中快速的杀跌的一个状况 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也是因为呢盘在这个场内的融资以及场外配资这方面这些杠杆的一个资金呢 经常就是由于这个出现了一些的一个减仓或者是平仓 所以呢使得这个盘中的一个跌幅会比较的一个大 但是呢今天确实是有这些今天起的这些打新资金的一个回流呢 还是对于市市场的这个上涨呢起到了比较大的一个作用 那么从盘面上面来看呢 相应的这些金融啊 航天军工这些板块的一个涨幅居前 而这个公路桥梁房地产这些板块呢 则是一个跌幅居前 那么从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消息面上面看呢 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消息 那么主要呢是由一个汇丰的制造业PMI的出值 那么这个数据呢是49.6 比之前的一个预期跟前值呢都都更加的一个好一点了 那么也是呢连续第四个月呢处在一个 虽然说是处在这个胜刷分界线之下 但是呢也是创下了一个三个月的一个新高 反映出呢制造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改善 但是呢从分项的一个数据上面来看呢 新订单的一个指数呢是上升到了50.3 四个月以来的首次的一个扩张 而这个就业分项呢则是降到了六月的一个六年的一个低位 反映出了就业的状况呢相对的一个严峻 企业呢对于经济的一个前景呢也是相对的谨慎 这些好坏参办的一个经济数据呢 对于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呢是相对的一个中性的 那么另外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小长假呢 消息面上呢也是相对的安静监管层呢没有什么的表态 而这个央行呢也没有进行降准 但是呢媒体的一个观点呢则是比较的一个正面的 像是人民日报啊作为官媒呢 昨天也是发表文章说 这个货币政策呢相对还是比较稳健的 未来呢还有这个空间进行降准或者是降息 而中国证券日报以及是证券时报的文章呢 也是说呢稳增长的一个政策呢不断的一个出台 市场的一个资金开始从这个资金的一个推动呢 转为了这个改革的一个推动 所以呢整体的这个长期上升的一个趋势呢 是没有改变的 而在技术面上呢从5月28日的这个高位 到这个5月到这个6月12日的这个高位呢 指数上面呢是一浪高过一浪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在相应的相应的RSI指标上呢 却是出现了一个背驰 所以呢近期护值的一个下跌呢 也是反映出了这个的背驰的一个 一个状况 但是呢从这个护值呢 是从这个6月12日的这个高位5178点呢 到今天的这个低位呢 也已经是回吐了将近18%了 那么近期两个交易日的这个形态呢 从一个前一个交易日的苦的一个大幅的下跌 到第二个交易日的这个一个回升呢 跟之前5月28号的一个走势呢 是相对的有一个吻合的一个趋势的 所以呢后市的反弹的一个机会是存在的 而上方呢就看能否站上这个5日的均线4740点了 那你刚才也是有提到说 现在外界呢也是憧憬啊 这个央行降准降息是再次出台 那其实今天的这个银行股呢 一直是非常的抗跌 一直是很稳步的向上走的 那么呢也有说就是央企改革呢 那银行呢也是这个拔头筹了 那么除了这个今天呢 有新闻就说出来这个建设银行方面呢 他们就是员工是推出了 持有这个股份的一个激励的办法 那如果其他的这个央行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银行 都是按照这个方式继续下去的话呢 那对于银行股来说呢 是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呢 那么其实之前交行就已经是进行了 这个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那么整个的一个混改的这个方案呢 通过呢是进行这个高管 或者是员工的这个持股呢 这样的一个股权激励来进行 那么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措施 虽然说是对于整个的这个银行的 一个经营效率上面都有提升呢 整个的一个效果呢 还是需要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当中 体现出来的所以呢短期来看呢 对于业绩上的一个提振呢 相应的是有限的 那么第二今天的这个银行股呢 也是受到这些降准预期的这些刺激 除此之外呢 像是这个今天公布的 刚才也提到这个汇丰PMI出值呢 也是反映出了制造业呢 是在改善的 那么这也是缓解了一些市场对于银行不良贷款率方面的一些担忧 那么第四点方面上面来看呢 就是目前呢也是处在一个年中的一个 一个时间点了 那么半年报呢 也是要逐渐的一个出来了 市场呢对于银行业的一个业绩上面呢 也是比较的一个关注的 那么今年上半年呢以来呢地方债务置换呢 以及像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些好转呢 是对于银行的这个资产质量上面呢 有一定的这个改善的 但是呢目前来看呢 由于一些的这个上半年经济的一个下行呢 实体经济上面的一些 一些疲落呢 那么相应的会抵消这些 之前提到这些正面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银行的一个资产质量上面 改善的一个幅度呢相对的有限 而且呢经过今年上半年的这些降准降息 银行的这个进息差方面的一个扩大的 还是相对的有限 所以呢业绩上面的一个 提升的一个幅度呢 可能呢不会特别的大 那么综合这几点来看呢 整个的这个银行板块的一个前景呢 目前呢看呢还是相对的中性的 那另外呢你刚才也是有提到说呢 房地产市场转好也是有刺激银行板块 那么其实在房地产方面呢 就最近一直有消息说 北京的政府要迁移到通州 所以呢通州的房价呢也是狂涨 那据说呢有个别的房价的这个 开盘价呢已经是 每平方米是涨了有5000元人民币左右啊 也是非常的疯狂 那么呢有一些就是在通州呢 有很多地的一些房产公司呢也是利好 比如说呢今天的这个首开股份呢 就是涨停了 那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房地产板块 以及这支个股的走势吧 那么房地产的板块呢 一直是比较的一个看好的 包括呢像是 之前也有提到呢 降准的这些预期啊 货币政策上面的一些宽松啊 对于房地产的板块呢 都是有正面的一个作用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包括今年3月30以来的这个楼市的新政 实行以来呢 各个地方的这些房地产的一个政策呢 也是不断的出台 像是近期呢江西省呢 也是出台了史上最宽松的这个 住房公积金政策啊 那么整体来看呢 这些货币面以及宽松 宽松呢 以及是这个政策层面的宽松呢 对于整个楼市的这个刚性 以及改善性的需求呢是有提振的一个作用的 那么对于北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从这个端午小长假的这个成交量上面看呢 是同比是大涨了170%多 那么整个的一个市场呢 也是非常的一个火爆 那么也是带动了这些地区的一个 这些一线城市房地产的一个股价上面的一个上涨 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呢 这个首开股份呢 今天的一个表现呢也是一直不错的 虽然呢上午呢 开盘 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市场出现了一个下跌 但是呢首开股份呢 也是一直是红盘的一个状况 那么今天也是有一个涨停 那么从它的这个个股上面的一个表现来 是相对的不错的 那么另外呢也是受到呢 这个通州以及这个经经济地区的一个 房地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况呢 整个的一个业绩呢 是相应的 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预期的 那么之前呢 在整个的一个上周一的时候呢 也是有推荐过这支股票 那么目前的一个状况呢 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调整的 一个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呢还是比较的一个稳定 那么建议呢 可以是在市场稍微回调的 这个16.5元附近的买入 目标价呢是在18.8元以上 好谢谢潘女士 我们做出以上的分析 请问刚才提到的相关资产以及股票 您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 好谢谢潘女士 也谢谢各位股民朋友 观看这一集的A股全日通 请留意其他精彩节目 请不吝点赞产